大家好,我是依依 又到了吃山楂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 怎样在家制作山楂酱和山楂糕 酸甜开胃 自己在家做,吃着更放心 今天花了8元 买了4斤的山楂 先挑剪一下 把坏的山楂挑出来 把地去掉 然后用清水清洗几遍 再加盐浸泡10分钟 10分钟后再次洗净 清水盆中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备用 然后用双奶管子 把山楂的头尾部去掉 这里比较渣 然后再用刀切开 把纸取出来 把处理好的山楂放入盐水盆中 可以防止果肉表面氧化变黑 全部处理完之后 再清洗一下 然后把山楂倒入锅中 加入一碗半清水 加入一碗半清水煮开 煮开后 再煮两分钟左右 煮至山楂表面 微微发软就行了 接下来把煮好的山楂和山楂水倒入破壁机里 把山楂果肉打成细腻的果泥 如果打不动的话 可以少量再加点水 多打几遍 可以打得更细腻一点 这样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会更好 然后把果泥倒进不粘锅中 加入白棉糖 然后开大火先烧开 一斤山楂按250克白糖的比例 白棉糖可以搬住山楂糕起到凝固的作用 这期间要不停的搅拌搅拌 防止釜底 熬山楂糕时不要用铁锅 山楂酸性比较大 而这些酸会溶解铁锅中的铁 所以不要用铁锅熬山楂 锅里煮开之后 山楂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了 山楂这时会冒大泡泡 泡泡会溅出来 小心烫伤 这回转小火 再挤半个柠檬汁进去 可以增加山楂糕的口感 搅择搅择 山楂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 提起铁子 山楂酱最后不易滴落下来 先关火 把山楂酱倒入干净的容器中 然后盖上盖子 让它自然冷却 山楂果酱就做好了 剩下的山楂酱继续开中小火熬10分钟左右 锅里的山楂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 总共的熬制过程我用了40分钟左右 等到山楂酱提起来挂在锅厂上掉不下来时 这样山楂酱就达到了成型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了 先给模具刷油方便脱模 趁热倒进刷了油的模具里晾凉定型 等晾凉之后看一下凝固的特别不错 倒壳脱模即可 先对半切开再切条 最后切成块 装入盘中 撒点桂花就可以食用了 好了 山楂酱就做好了 山楂酱这样做凝固的不错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酸甜开胃 吃到不错的小零食 大人小孩都爱吃 切片抹上山楂酱 吃了开胃又消失 口感非常不错 一次可以多做些 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即可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 看看你的山楂酱 什么里头 好吃的吗 你喜欢吃山楂果酱啊 喜欢吃山楂糕一点 果酱